寄临城组考核未通过 他们俩都没有通过 他们也很厉害都没通过 怎么会 怎么会没有通过 就是演的时候 会比彩排的时候会用力的 就是有点两个节奏不是很大 还有 你要注意 一定要演给导师看 所以你们的面相很重要 它不是个影视画 它是一个舞台剧 你所有的东西都得让老师看到 然后你的声音要大 所以你这次你们排的时候 要调整一下 要让老师看到 好 拜拜 加油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们再走走词 黄银 赵晴没有通过考核 还是未通过他们两个 也没有吗 都没通过 这么难的吗 是的 没想到的是 三组 一个演员也没有被留下 到这儿就的确是有点慌了 就感觉整个这一轮 是不是有一点太严格了 压力有点大 太刺激了 下一轮考核 准备开始抢灯 快点开始了 没事 没事 这不是个急活 开始 恭喜黄湘张锐组获得考核机会 换到了 哈哈哈哈 我们要去了 走吧 啊 你我想过 就是因为你的关系 因为你太在乎他了 可能你前面会稍惨一点 我可能会多打两拳 就把我们两个打到累 你也累 我也累 那个程度 还要自己制造灵雨的效果 好好好 我们给他个不样子 好 停 鞋子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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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张锐 张锐还是我觉得 让我有点意外的 就是有突破 就是有突破 跟你本来的样子 跟你想表达的 包括上午聊的 有规矩的那种感觉 好多了 好笑 变化有点大 对 变化挺大的 其实 但是中间有几个地方 有点撑 再看到DNA那个 有些拖没有用的 就是一听到反应的时候 那个节奏 收短一点的话 就令到整个戏更流畅 张锐给到一个 还挺不错的结果 如果一定在鸡蛋里面 跳骨头 你的口香糖 我觉得很出息 就是 其他的我觉得 都还是非常有突破 那王强 你有两个地方 你再冲他喊了一句 我杀了他们全部人 你杀我呀 来呀 实际他一开始来 给你闷你脑袋 闷了好多圈 我感觉这个时候 应该这个 都有点错位了吧 就当然你不需要 去眼中扭曲 但我觉得你看你那个 牙齿的那个红的血的感觉 应该是被打出了内伤 你在喊内伤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枪到的 我觉得 就有点太顺畅了 太太有劲了就是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我认为你可以拿捏 这样的角色 完全没有问题 两位表现蛮好的 那我们要评分了 两位要 要先离开 回避一下 谢谢 回避啊 辛苦了 张瑞我是真的 你不提我 他什么印象里 还不是上午那个人 真的啊 还是有突破的 上午的时候好像很温的一个人 那种吧 温温而雅的 他的脸没有太大的特色 是大众脸 所以你可能会 对 但他今天出来 是一个对比跟上午 但是为人家演得还不错 对 是吧 他那天被那个吴振宇 扒拉一下 也是还不错的 挺不错的 他挺有弹性的 两个都好 两个都好 就这一组 我们是给他过了是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过吧 这个组啊 因为我这个角色 没几个人合适 谁有王枪呗 他的戏很好 对啊 蛮不错的 景超 景超也蛮变态的 反正你 李明德也可以的 演过变态那种 我这样 那我要王枪 王枪想要演古装啊他 那我不管 对 我要王枪 恭喜王枪 成功获得角色 你获得角色了 我获得了吗 哇 过了一张 我的妈呀 哇 恭喜小枪枪 天哪儿不愧是我枪 目前男性角色 剩余两个 女性角色剩余三个 下一轮套合 准备开始抢灯 来了 白头 你下一个强盗 带你带你 一起忙 你也拍就好了 你觉得能拍吗 我们先把这个再顺一遍 然后我们就 快按吧 因为我跟你说 一共是几个名额 然后你如果不拍 然后怕后面的喇 没有没有进度上去演 你刚来 你不懂 行你都知道 我他什么都不知道 好棒 三 二 一 开始 恭喜张东良 雪若涵组获得考核机会 真的吗 走吧 走吧 加油 谢谢 谢谢 这一场戏 我是一个很痴心的形象 寻求网友们的协助 找到离开我的若涵 然后到他的家里等他 你好 没错 我觉得张东良 我看了 就也是因为跟你那个 本身我对你的印象 有个反差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他本身他那个样子斯文 也那种纠缠的就是 确实有一点变态 你看你抓起来的那个椅子 就像你抓了一个棍子一样 多方面的原因支持你 好变态 那若涵你刚进来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你觉得 这个人很恐惧 你只是躲避他而已 就是他怎么又来了 我不想跟你发生什么 我对这段表演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因为在表演当中 有一个大忌 叫做表演情绪 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原动力 真的情绪出来 所以你就在表演情绪 曲若涵 我觉得你现在莫名其妙地 知道了你自己的优点 或者说有可能 平时被夸得太多了 所以你现在可能知道 某一种看起来好的表演方式吧 所以就不交流了 就有好几处 你都在思考自己 他给你了对吧 他给你递讯息你不接 对我感觉我有点自己动作 因为我记得中间有一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儿的 但是我过去了 所以我刚才滋的一下 在分心了 就不用有那些杂念 不用去在表演中思考 不需要 就是对手给我多大的能量 我就回馈给多大的能量 然后让两个人的所有的表达 流动起来 第一个正式的项目的考核就是悬疑剧 演悬疑剧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表演 片段一 我们选的是 高海玲 在 和季凌晨 我们又搭了 我们二搭 二搭 加油 加油 没问题 早点 早收工 对 反正你都排好了 有信心了就去 就不要一直拖 越拖越没信心 还是你有经验 但是别乱 别乱 别乱 白芳也不会 别乱 果然 你很喜欢到时候看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你知道吗 有个感觉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懂 就是你不可能强行给他扭过来 然后去 但是感觉还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演技演技 就是要有控制 没有到出城入画 就是这个剪辑 所以不能太玩 她在演戏的时候 喜欢每一次都换一个道具 她好像觉得说 到时候感受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就有点感觉 我控制不了 我觉得晴晨在这张桌上 就已经出现了 何乐乐 景超 李明德 他们三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型的 对 那怎么办 实话是说 其实我记不住你们三个人 你们走的那个路线都太像了 我们这个市场 其实特别缺年轻有张力的人 就是有男人味的人 我有一个类型剧 我就一直的脑子也在想 他的年龄 这个年龄段 能有谁能有谁 真的想不到 现在从爱豆一出来之后 大家穿衣风格 包括你看连发型都一样 发型都很像 但这个也好难 那你说他们本来就是 像个阳光男孩 那不像能怎么办呢 面一点 真的得思考一下 自己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我现在本来想自己来弄头发的 弄什么东西 头发呀 你面试你都把头发抓成那样了 太太灯了 你还原一下 我不 我完了 我不 我跟你说那天 我不是 那天不是说叫你 庞大 那天是 我正好口袋里有那个胖大 那个糖 啊 但你那个太绝了 好 好 哈哈哈 你 你这个太 笑呵了 你这个 叉叉 你们之前认识 对啊 我们四年 认识四年 我们很早上 这样就合作过 也是老朋友了 因为我们最开始 都是在国风圈嘛 然后就是也有一起搭档过 这次他来无限超约班 提前就问我一些 该注意的地方呀 虽然我也没有很有经验 向左 我觉得你 其实已经演了很多很多的戏 但是感觉上 就是没有一个 特别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你应该把 合作的范围再开阔一些 再广一些 但是你身上的这个 动作标签 是完全不用去摆脱他的 因为这是你最擅长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因为你现在要喊一个 特别有条件的人 去练武术 那要很多年 比如说李连杰 李小龙 他们都做到了一个 最顶端的一个 但是你现在 已经就在那个周围 所以这个位置特别宝贵 所以在这个赛道上 其实你是在登山 其实我一直在爬 因为我还没想 还没做到 我真正理想的 比如说我今天很铁定说 我一定是第一梯队的 你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这很不容易 所以就继续往那山顶冲 希望是 感谢 ok 好 我我是特别想演古装的 然后我特别好奇 你们是怎么一眼去看出 他适不适合呢 我曾经跟我的经纪人说过 我说你要不去联系一个美术 或者造型团队 让我去办一下看看吧 这横店仅区有啊 我明天带你 不是 王强 你为什么 你一定要执着于这个古装戏 你是羡慕那些演古偶的 然后就粉丝量特别大吗 不是 不是这个原因 是真的想尝试一次古装 如果真的不合适 我就退出了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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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一个有电影质感的 对 要不然儿导会找你吗 就是很多人想追求这个是没有的 你真的非常适合打荧幕的 他上来可以给人一种很有电影质感的 感觉 你好好演你电影吧 别执着在古装了 真的是 真的是 好 先进去 上周第一阶段考核已经结束 来 合约 合约 其中12位议员获得了正式合约 你可能是从最嫩的演技的提升的幅度会比较大 这么你这个人能够多方面的发展 本周考核继续升级 无限议员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个阶段我们加入两位临时的议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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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请来了三位资深食品人 我就不配做演员吗 当初已经官宣了还要把我换掉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进口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做 你是想说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你实力不够 他们三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型的 实话是说其实我记不住你们三个人 怎么了 是直播这个钱赚的差不多了 然后又要回来做演员了 为什么一定要规定我一定只能吃多 只能拍戏 你再说下去你就会被骂上热搜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特点特别明显的一个人 但你觉得我跟D姐可以演情理吗 本阶段我们将开始第一个正式项目的考核 给D恋 这个怎么演啊 点击 没有到出神入化 不能太玩 情绪没了怎么回事 你刚来 你不懂 行 你都知道 我他什么都不知道 开始 我说给我 给我 今天是不是不一定是 可是他最有应得 大台的片子让我干什么 我的天啊 记忆神你上了快半年的台词 可你在上什么 这是痛恨 所以我绝对入不了季的 其实我也入不了 这一组我能给你给他过的 不过吧 我觉得可以过 我跟严格点真的也是过不了 在哪里 我这个事 无线议员们再次来到横电雨市场打卡上班 现场会发生怎样的趣事 离心挺浪的 起个驴虫 哥哥的脸像个痛啊 不要 不要的 所以不用啥事啊 因为你里面偷偷穿什么 几乖帽 清晰的生日快乐 每天都精彩 真我的倾家荡城的演技 征服了他们了吗 斯戴郎吧 对的 傻 然后你要对没 我又乃王 你是个犀利的主持人 他专手到底是哪个位置 人家是灵魂人物 1.7 是什么都赶 不然韩毛利奇 四个 放的时候我要问问题 我要停 你怎么问一个问题就停住的了 他吃光 这个节目下次我再来 无线艺员们再次来到横店宇世晨打卡上班 现场会发生怎样的趣事 哈哈哈哈 低心挺浪的 骑个驴除人 胳膊脸上的痛啊 呃 你不要你的手 不用啥帅啊 因为你里面偷偷穿什么鸡肉帽 亲爱的生日快乐 每天都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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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亲家当成的演技真不知道他们了吗 斯戴朗玛 对的对的 傻 然后尿醉杯 又乃王 你是个犀利的主持人 二传手到底是哪个位置 人家是灵魂的人物 1.4 是什么东西 不然韩毛利奇 四个 放的时候我要问问题 我要停下 你怎么问一个问题就停下来